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密封产品,听懂没有? 其实密封产品就这么简单啦 里面就是有这个氨基酸 Omega 3,Omega 6 听懂没有?矿物质 其实它也是属于multi-wide的其中一种 但是这个multi-wide呢,比我们的daily hiking 它里面还有botein,还有氨基酸 听懂没有?所以它有几个grade 它最低的grade呢,就是我们的manooka honey OK?没有,最低的grade是花粉 采到manooka honey 然后呢,再给一点就叫royal jelly 明白没有?那经济能力许可 就介绍它吃royal jelly 听懂没有?经济能力比较不会许可 花粉最便宜,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鼻子敏感,皮肤敏感 听懂没有?素食者不可以吃鱼油 就给它吃royal jelly 这整颗都是素的,听懂没有? 只是你是跟蜜蜂的皇后抢而已 听懂没有?因为它是蜜蜂的皇后吃的食物 会不会介绍? 所以回去就去这样子研究一下 所以呢,这个是整套的这个产品呢 我们已经大概就是讲到这边完了 OK?所以呢,有没有问题? 有,好,来 如果已经受到严重破坏 我们要好回像以前这样就很难啦 我们要保护它 不要再继续给它破坏下去 刚才我一讲啦 有吃药的朋友 你可以吃维生素C嘛 OK? Multi-Carotin嘛 听懂没有? Core Enzyme Q10嘛 维生素C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有害的物质啊 给排出去嘛 然后呢,Multi-Carotin啊 跟C的配合也能够增加血管的弹性嘛 那Core Enzyme Q10呢 能够预防肾萎缩 听懂没有? 因为我有一个对象是红斑性狼藏 他们一天 他曾经一天吃到80颗的内固醇 他的肾真的是会萎缩的 然后自从他服用了这个Core Enzyme Q10 一天六颗以后 是不是? 他每一个月都去check的 他的肾就从吃那个Core Q10到今天没有萎缩过的 越来越坚强 尿已经有血的 减少肉类 听懂没有? 增加维生素C 是素啊 他是很多的摘蛾摘烧这些没有 是要过多就会造成尿血咯 他尿血也要去诊查咧 不一定是肾的问题 有可能是阴道啊 尿那个 肾造成的哈 哦 这样他没有洗肾吗? 还没有洗肾 这样你增加B跟C 看可以修复吗? 肾的血管就跟我们外面的大大血管 小血管一样的 听懂吗? C不够他就很容易破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 给李老师 接下来就考试了 谢谢